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需要告诉所有在墨尔本被考的PT学子一个消息 也就是从本周四开始 我们仅存的现在PT两个考点陪伸直营的 咱们的Voxio和Center这两个考点呢 从本周四开始就会正式的全部关停 那么关停的时间呢是目前来看 官方通知是两周 两周之后会根据维州当今的疫情情况 再做一次review来决定后面是否会要开放 所以也就是说 从明天之后的接下来两周里面 整个墨尔本地区是没有办法考PT的 不过这里呢 各位同学你千万千万不用超级 在这个时候呢 给出来两周的时间 就是想让咱们把自己的准备工作 做到一个更完美的地步 那么在这个考试开放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立马去考试 立马拿到自己的理想分数 你说不是吗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 利用好接下来的两周备考时间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将PT大师挂 每周必中的整体预测更好 把中间的题目播细 相信你在这个时候 一定是可以有非常好的成绩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 咱们本期预测的一些更新情况 观众学会发现到的是 咱们本期的预测呢 更改的幅度并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目前来说 PT就考试的题库 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那么本期呢 我们在Rifon Dictation里面 帮各位同学再一次的 找到了一个确认计分的 曾经的思考题目 那这个题目呢 就目前看来已经是计分题了 所以各位同学要赶紧 把这个句子给备好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Reorder部分 即上一周 给各位同学找到了一道新题之后呢 这一周再一次的帮各位同学 找到一道新题 这道新题呢 是关于我们的大脑 Rain的 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把这个题目 并且想给大家吃下一个定型碗 PT的考试 它就算是接下来会假题 也不可能是大范围 大面积的假题 最多就是一些题目 慢慢去replace 曾经的这些计分题目 所以各位同学 抓紧时间认真备考 也希望各位同学 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里面 好好的待在家里面 注意自己的安全 也对其他人的健康负责 那么希望各位同学 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早日取得理想成绩 那么各位同学 赶紧就把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给到我们的PDF 下载下来 开始看我们的文字版本吧 我们下期视频讲解再见咯 哎 忘了说口播了 被考PT只在大西瓜 跟着大西瓜 助你七炸又八炸 各位同学也可以关注 Jackie老师的个人小红书 个人微博 以及个人抖音 这三个平台 同名PT大魔王Jackie 我会在这些平台上 每天给各位同学 分享一些PT被考的小知识 也会在这里更新PT最新的消息哦 所以赶紧关注我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录 Schul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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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